大家好 我是猫哥 本来呢 这一期是打算继续说日本的历史的 打算开一个新的系列 元日大战 就是历史上中国和日本之间 第一次国家和国家的战争 叫做元日大战 但是非常不幸 两个星期前呢 我中了新冠 整整两个星期 发烧发了一个多星期 根本没有时间把这个脚本写完 所以今天先插一期来讲一讲 在日本东京地区得了新冠以后 日本政府 日本东京的地方政府 是怎样给新冠病人 给予支持和帮助的 首先大致是在一个多月前的 2月5号 星期六 突然觉得好像有点发烧 不是发得很高 当时测了一下体温是 37度7左右 如果挺一下的话 就挺过去了 其他也没什么特殊的症状 也没有咳嗽 也没有头疼 也没有打喷嚏 也没有传说中说的什么 这个市区味觉 嗅觉之类的东西 如果一般情况呢 就挺一挺就挺过去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东京地区 是属于目前这个新冠病毒 一个爆发的时期 恐怕影响到家里人 公司里的人 那处于这个安全状态 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 因为当天是星期六 可以检查新冠的医院啊 非常少 查遍我所住的东京都 竹里区整个区 星期六 接纳这个新冠检查的医院 只有三家医院 于是呢 就找了一家比较近的医院 还是这个开车开过去的 因为附近的医院 这小医院的话 他大概周六都休息嘛 开车开过去以后 就查了一下 查完以后呢 他结果还不是当天给你 让你在家里等 医院说呢 平均是两到四天以后出结果 在出结果之前 就等于是关在家里 不要到外面去了 然后到了第三圈 周日周一到周二 这个结果出来了 说是阳性 他的结果呢 是通过手机的这个短信 发过来的 当然暂时也不能到公司去上班了 然后呢 发了这个短信过来以后呢 接着又来一个短信 就是问你需要怎样的疗养 东京地区选择疗养的方式 有四种方式 第一种是在自己家里疗养 目前呢 东京地区每天 新冠 查出来的新冠感染者 还有上万人左右 现在已经不是高峰期了 高峰期的时候 每天查出来要有两万人 现在已经跌到一万以内了 第一种方式呢 是在家疗养 大部分的人 拆取的都是在家里疗养 第二种呢 你可以去申请到旅馆去疗养 因为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同住的这个家属的话 为了房子传来给家属 可以申请到旅馆去疗养 而且呢 它这个旅馆是免费的 我听说中国如果选择这个旅馆疗养 这个自己还要出这个旅馆的房费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听国内的朋友怎么说的 日本东京地区的这个旅馆疗养呢 是免费的 我没有选择这个旅馆疗养 其实为什么呢 这旅馆疗养你反而不方便呢 我在家里我发烧 我感觉冷的话 我自己找一条这个电乐坛裹一裹就可以了 旅馆的话 你到哪里去找这个电乐坛 当然你可以去申请 申请的话 他也不会当场马上给你送过来嘛 我家里的话 我想要什么的话 家里有东西我反而方便 所以我选择的是在家里疗养 刚才讲的这个四种方式中的 第一种是家里疗养 第二种是旅馆疗养 第三种呢 是到医院去疗养 这医院疗养呢 它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50岁以上 第二个条件呢 它是要持有三种慢性病 这三种这个慢性疾病 是高血压心脏病 还有一种好像是糖尿病吧 就是要有这三种疾病 而且是50岁以上的人 可以选择到医院去疗养 第四种呢 就更特殊了 属于是这种重症状态 你自己都是 得了肺炎以后 没法呼吸了 要带这个 这个就是 呼吸的面具 那样的话 就是无条件的 送到医院的急救室去 这个疗养 一共是这四种方式 我选择呢 是第一种 在家里疗养 接下来呢 我谈一下 为什么会被传染这个新冠 从结果上来说 就是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是哪一个环境出了问题 在哪里得到了这个感染 因为从发烧的2月5号 开始倒过来算 之前的一个星期 我几乎哪里都没有去过 就是自己家里 和这个上班的办公室 但是公司里的人 和家里这个同住的家属 都没有被感染 那说明 不是这个同事 或是家里的人 传染给我的 那顺下的 就是家里到公司之间 每天做这个轻轨 上班的这一条路径 其他地方哪里都没有去过 因为平时我也懒 买东西的话 就是到便宜的地方 开车过去 买很多东西 买回来的话 自己能够吃两个多星期 所以2月5号之前 这一个多星期 十几天 几乎哪里都没有去过 那顺下被感染的环境 那只有就是家里到公司的 这个路上的 做轻轨的这一段 而且在外面 基本上都是戴口罩 也不会这个摸来摸去 这个到处乱摸 唯一有可能 从手上这个沾染到病毒的 这可能性 只有电梯的按钮 和在这个轻轨上抓的那个皮条带 其他的就是 更不想不到 是为什么会被传染 我被感染以后 联系了周围的一些朋友 结果才知道呢 他们之间被感染的人也挺多的 大家都不说 我联系他们以后 他说 其实在几个月前 我也被感染了 我也被感染了 这些被感染的人啊 其实挺多的 只是大家都没有说而已 很多人呢 都不知道 都是在哪个环节被感染 所以现在这个叫奥米克隆病毒啊 它的感染力是非常强的 比当初在武汉 和后来生成的这个 Delta型的这个病毒 现在这个奥米克隆的感染力 要比他们的这个强 接下来呢 再继续说 东京地方政府 对被感染者在家庭疗养的时候 他们是给出怎样的这个帮助和支持 首先呢 在家里的话 它会让你把每天自己的这个健康状态 通过LINE LINE就是相当于微信这样一个软件 发给他们的这个一个管理中心 每天呢 是上午和傍晚发两次 它里面呢 有几个重要的指标 一个是那个你发烧 是不是发到37度5以上 这里顺别说一下啊 日本它量体温是量这个夜下的体温的 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呢 国内经常使用的是量这个口腔体温 因为我多年不在这个国内生活 我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医院 还是以量口腔为主 还是量这个夜下为主 口腔的体温 要比夜下的体温要高出 这个0.5度到1度左右 所以口腔量体温 37度是正常温度的话 你夜下量体温37度 就是属于这个不正常体温了 夜下的体温一般在36度5以下 这个健康状态呢 它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呢 是有没有发烧到37度5以上 第二个指标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你血液里面的这个氧气饱和度 有没有超过93% 这个氧气饱和度是怎么来测量呢 你一般家里没有这个仪器 疗养中心它会派人送你给你 当然不是说把这个仪表这个送给你 就是送到你家 然后等你这个疗养结束以后呢 它再派人回收 这个仪器呢 就可以测你这个血液里面的氧气的饱和度 如果低于93%的话 就说明你这个肺部出问题了 你这个已经有可能 没法自行进行这个呼吸 把氧气吸入 这样的话就马上要送医院 要里面 鼻子里面要插那个 插氧气管子了 每天是两次 如果就是说这些危险信号 都clear的话 它就是每天来问候两次而已 接下来呢 有一个福利 这个福利呢实际是挺不错的 我不知道在东京地区 得了新冠的患者 是不是每个人的利用 你可以申请 让他就是送食物到你家里来 这可能也是要有条件的 你家里如果是有同居的这个亲属 可以出去买东西的话 那是不是还能利用这个服务 我就不知道了 我家里因为这个没有人嘛 就是观感司令一个 那得了新冠以后 这个也不能就是到处到这个超市去逛 那就预用了这个服务 预用了服务以后呢 它会给你寄一星期的食品 几大箱寄过来 里面有饮料水 有这个真空包装的这个稀饭 米饭 有罐装食品 有这个营养食品 好 有好几箱 这几箱东西算一算 估计也得不下五千至一万人元 这是一个福利 它是免费的 你申请的话 它会给你发送到家里来 看来这个地方政府 对这个新冠 还是投入了不少的这个投资 接下来呢 所以说这个得了新冠以后 到底有什么症状 这个新冠的症状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很奇怪 你不像这个流感啊什么 就是发烧啊头疼 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 新冠这个东西很不可思议的一点 就是大家的症状都是不一样 平均的倾向呢 是年轻人症状稍微轻易一点 年纪大的人症状稍微重一点 但也不是完全是这样 有的老年人他发发烧 发一两天也就结束了 有的年轻人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身体棒棒的 结果这个无法呼吸死掉了 这是爷爷也有的 那到底是为什么有的人重症 有的人轻症 到现在还是讲不清楚的一个东西 和个人的抵抗力 没有完全成这个正比的关系 我被感染的这个奥米克隆型的这个病毒呢 它有一个特征 这个类型的病毒呢 它感染力非常强 但是不容易成为重症 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 说前面的这个原始的病毒 和这个Delta型的病毒 它在肺里面 它在人的肺里面 会大量的繁殖 大量的复制和制造病毒 所以会容易引起肺炎 但是奥米克隆病毒呢 它在肺里面 不会大量生产病毒 它主要的生产的位置 是在喉咙里面 所以比较多的症状是这个 喉咙疼和咳嗽 我自己的症状是什么呢 前三天 几乎什么事都没有 稍微有一点点发烧 我自己量体温量出来是 三十七度五左右 三十七度五嘛 其实上还可以啊 不算什么烧得非常厉害 反正脑子也是很清楚的 尤其是我星期六去医院查了以后 当时结果还没有出来 结果是到星期二才出来的 星期一星期二 我也没去上班 也不是说没去上班嘛 就是在家里 进行这个远程的这个操作上班 和公司里的人打电话 和这个客户打电话 都跟网冲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当时结果还没出来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阴性吧 就是普通的一个感冒吧 那就是它说阴性的话 那我这个第二天 周三就直接去上班了 最后查出来是个阳性 但是到了星期四 就情况不一样了 就开始发烧 发烧 发到这个三十八度五左右 其实上这个已经是蛮厉害的 你这个夜下温度 发到三十八度五的话 如果是两口腔温度 就是要到三十九九度左右 然后这个发烧以后呢 这人就非常非常难受 这个东京都的这个资源中心 它每天来问候 你发烧的话 它会给你介绍 这个远程诊断的医生 诊断以后 你需要什么药 这医生 就是开了药以后 会有专人送到你家里来 当然这个医药费是 是那个收费的 这和食品不一样 食品是免费的 医药费是这个收费的 但是从结果上来说 这个新冠 目前治疗新冠的药物 没有 没有任何药物 仅仅是发烧的话 给你退烧药 头疼的话 给你止疼片而已 没有其他药物 然后我这个发烧这个情况 发得非常严重 我周围的朋友 听下来以后 大家都是说最严重的这个症状 最痛苦的就是这个发烧 发到38度5以后 就是这个烧的迷迷糊糊 这脑子也非常不清楚 而且就是头疼 然后呢 就是吃这个退烧药 退烧药一片吃下去以后 它的有效期间 有效时间 大概是5到6个小时以后 然后吃下去以后呢 这个烧就退了 哗一下一退 退到这个36度5以下 浑身 出一大伤汗 出一大伤汗以后 然后呢 这个你烧是脆的 但是头疼寒 头汗是非常疼啊 后来我知道了 它这个退烧药 写的是退烧止疼片 其实吃它的这个 止疼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然后为了减轻这个头疼 我就又另外吃这个止疼片 把这个头疼的这个症状给压下去 等于是退烧止疼片 它的两种药片 都叫退烧止疼片 实际上它的这个 侧重也是不同的 一种是退烧 一种是止疼 两种药同时吃以后 烧也退了 这个头也不疼了 烧退下去以后 浑身出一身汗以后 它这个退烧药的这个效果 大概是五个小时左右 过了五个小时以后 然后慢慢静静静静静静 这个烧又烧起来了 烧到38度以上 这个一发烧啊 冷一发烧啊 人的浑身就会觉得非常冷 你钻在被窝里面也觉得冷 那没有办法 只能用这个电冷毯 身上一裹 一直裹着 然后哗哗哗烧上去 烧上去以后 然后呢 再吃止疼片 它的止疼片是规定 每天最多吃四片 中间要隔六个小时 每天最多四次 那就是每天就是隔六个小时吃一片 隔四个小时吃一片 就导致自己的体温在一天内 在一天以内 从38度五 掉到36度 再次到38度五 就来回生来生去 生来生去 反复要倒个四次 这个期间 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非常难受非常难受 但是目前因为没有治疗这个新冠的药物 所以你只要 自己是能够呼吸的 不用戴这个氧气面具的话 它全部作为轻症患者 就是轻伤患者 轻症患者 它不会让你把你送到医院 要不然这个医院早就爆满了 它全部作为轻症患者 实际上所谓的轻症患者里面 有的是非常轻的轻症 就发烧发两天以后 就完全就和普通的感冒就一样了 有的是像我一样 要发烧发一个多星期 我朋友里面最严重的是 发烧发39度 发到10天以上 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 这个人太难受了 吃中药 把这个身体的这个难受的状况 给调整下去 这就是目前新冠的一种症状 没有任何药物来克制 只能靠你自己的抵抗力 把这一到两个星期 把这个症状给扛过去 如果出现重症情况 就是这个没法呼吸了 血液里面氧气过低 没法过去了 那只能叫救护车 马上送医院 送医院 只要医院是不爆满的话 那就是鼻子里面插管子 它会进行给你抢救 所谓的抢救 其实也就是 那个 直接把氧气送到你肺里面 就维持你的生命而已 目前是没有药的 还是要靠你自己身体里面抵抗力 把这个病毒给 就是消除而已 整个过程是两个星期左右 我目前已经是属于痊愈了 每天还去上班 但是呢就是喉咙里面 还有一些咳嗽的症状 这个呢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新冠带来的 当时新冠发烧了两个星期之内呢 其实没有什么咳嗽症状 但是不巧的是呢 这一段时期 东京特别特别冷 一直连续下雪下雨 我怀疑呢 除了新冠以后呢 同时又感冒了 所以呢 在喉咙里面有点咳嗽而已 目前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日本政府 或者说是东京的地方政府 对在家里疗养的 这个新冠病人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知识状态 每天让你这个报导和问候 两次这个健康状态 然后需要的仪表 需要的食物 需要的药品 如果需要医生 远距离整长的话 他会提供这个各种各样的服务 等到你所有的病症症状 全部消失以后 他会发通知给你说 你可以出门了 可以上班了 等到你痊愈以后呢 政府还会寄一张叫做就业禁止通知书的一份文件给你 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防止传染病的扩张 禁止你在公众场合进行这个上班 而且这个禁止期间呢 它写的非常的暧昧 有可能把这个传染病传播开的整个期间都禁止你上班 很多人呢 估计接到这张通知书的时候呢 都吓一跳 一开始呢 我也吓一跳 然后呢到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主页上一看呢 其实这是什么回事呢 这是一个福利 也就是说你拿的这张通知书 是可以去领保险金的 当然前提是你要加入这个有对应的保险 它这个禁止上班的期间呢 实际上就是你的疗养期间 也就是说疗养期间呢 不是你懒惰不肯上班 是政府禁止你上班 所以这段时间呢 如果你加入了这个有对应的保险的话 是可以去领保险金的 所以这个根本不用害怕 它是一个福利 中国大陆这个国内目前这个新冠的状态 是属于控制的相当好的 在全世界范围里来看是控制的相当好 当然它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包括当初武汉分层啊 武汉的居民是付出了这个巨大的代价 但是从新冠控制新冠上来看 这个观点上来看 中国国内是控制的非常好 日本呢 目前属于第六波 也就是第六个高峰期 目前呢已经从最高峰的 平均每天全国感染人数十万人以上 现在跌到八万左右 东京地区最高峰是每天两万人受感染 现在是跌到这个一万以下 大概是八千人左右 这个高峰期呢 第六次高峰期正在往下跌 今后会属于怎么样情况呢 还不好说 这次病毒呢相当厉害 这个被感染一次的话呢 这个发烧发得很难受 当然应认而已 而且两个星期 你不能和外局接触 大家还是自欺小心点 我被感染一次以后 说实话 是真的是不想再感染第二次了 好了 这次新冠的被感染的经验之谈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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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